聽 intellectual with a stick 大家好 鼻音還是很重 因為我現在在鼻 SEADING happier 多多包涵 OK 大家好,我是艾爾文 歡迎回到艾爾文的生活紀錄頻道 今天是開箱和評測時間 前一陣子,在木製前面有一款 呼聲非常高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很多愛情傲們都視訊問我說 艾爾文是這一款耳機 到底怎麼樣 到底如何 它是一個台灣品牌 以2000多萬成功目次 大量的KOL 甚至是声音专家们一致好评推荐的 叫做 Xtron Versa 对,我拿到了 并且实际的使用一个月的时间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 还有它有带改新的部分 Xtron这个品牌 它是有一群声音工程师 调音师跟发烧友们 共同组成的台湾品牌 所以它们对声音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在过去我们曾经开箱 有评测过它们的Xparm 智慧音效引擎 就是一个把复杂的声音EQ设定 转化成为一个USB大小的产品 让观众们可以使用一般的喇叭 去享受模拟立体声跟环绕音效的表现 那Versa 这个就是它们今年重磅推出的 真无线蓝牙耳机 售价是3990元 所以我把它归类在中阶的 真无线蓝牙耳机里面 从规格上面来看 蓝牙5.0 高通三核心QCC3系列的晶片 支援各种蓝牙编码格式 它们甚至把所有的声音细节都把它列出来的 果然是声音的玩家才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高阶的耳机和喇叭 才会列出这些 包括了单体、主抗、响应频率、灵敏度等等的 那麦克风呢 使用的是MEMS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然后搭配CVC8.0 听起来很唬人对不对 其实就是近期被广泛运用在蓝牙耳机 还有手机的维基电麦克风和降噪技术 对都算是高过一个的了 那续航力方面的表现也很棒 以50%的音量它可以连续使用8个小时 那充电盒这边会另外再提供你32个小时的电量 那最后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它的防尘防水等级 高达IP67 等于就是你可以把这副耳机放在随身音笔处 长达30分钟的时间没有事情 很少这无线蓝牙耳机可以做到IP67的 所以我必须说 这样子的规格真的是无可挑剔 从声音到通话应用全部都考量到了 那在这些规格以外的使用者体验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重点内容 Extra Versa它有两个颜色 分别是白色搭配银色的logo 还有黑色搭配金色的logo 我个人就是对白色比较无法抗拒一点 但是你要小心哦 如果你是要把它放在包包里面 或者是口袋里面的话 它还蛮容易弄长的 所以怕长的人 我还是建议你们选择黑色的版本 那拿到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轻 真的轻 非常的轻 耳机带盒子大约只有50克 耳机本身单边只有5克 非常非常的轻 这个是优点 但是塑料感有一点重 那充电盒的前面有一个提示灯 在你把耳机放入充电盒的时候 或者是进行充电的时候 它会以闪烁的次数来告诉你目前盒子剩余的电量 在背面这边呢 它有一个USB Type-C的充电接口 另外它也支援7Qi的无线充电 那接下来在打开盒子的时候 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点 别扭或者说蛋疼的地方 就是盒子的设计 它是卡扣式的 而不是磁吸式的设计 但是它也没有设计一个按钮 就是按了下去 然后弹簧会帮助它弹起来的 所以我每一次要打开这个盒子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用两只手 然后用指甲或者是指腹 去把它打开 那我也有询问过原厂 他们表示 他们其实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考虑到说 加入弹簧可能会不耐用 但磁吸式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成本的提升 所以在评估了之下 为了维持高CP值和耳机 本体性能的情况之下 他们做出了这样子的选择 那佩戴的舒适性上面 就是这副耳机 最大的亮点和独特性的地方 就是他们真正发光发热的地方 在购买耳机的时候 它会附送你 好几组的矽胶耳勾 你可以把这个矽胶耳勾 想象成耳机的衣服 原本耳机它的材质是塑料的嘛 那但是穿上了衣服之后 就变成了像亲肤材质一样 耳勾的设计 可以帮助你更牢固的固定在耳朵上面 完全不用担心掉落下来的问题 超级稳固 但因为这款耳机 它其实本来就已经很轻了 所以其实我个人在使用的时候 我都是用那个没有耳勾的衣服 我都已经觉得非常稳固了 所以我会建议你 除非你要做非常激烈的运动 否则其实不太需要 穿上有耳勾的衣服 另外他们也提供了六组耳塞 三组的歌音耳塞 跟三组的SpinFit舒适耳塞 SpinFit的耳塞 佩戴在耳朵上面真的超级无敌舒服 它比一般的耳塞更柔软 更舒适 而且佩戴的时候 它可以顺应每个人的耳道 去稍微变形 完全的贴合耳道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SpinFit耳塞 那隔音耳塞就比较硬 我看大家都分享说 它有更好的噪音阻隔 然后低音也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老实说 就我个人实际佩戴起来的主观体验来说 我觉得SpinFit的隔音效果会更好一些 也许每个人的耳道不一样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XRAL的团队 他们的确是在耳朵的熟视性上面 下了不少功夫 那另外Versa 它采用的耳机控制是按键式的 不是触控式的 这个就见仁见智 没有好或不好 按键式的话 它可以避免无处 这也是为什么设计团队 他们采用这样子的按键式设计 但是为了要做到IP67防尘防水 它的按钮是被包覆在外壳里面的 在按压的时候 我个人会觉得 不太容易找得到那个按钮的地方 而且还需要一定的力度 才可以控制得到它 所以好几次控制下来 我觉得对耳朵来说有点不舒服 这个我也有跟原厂反应 那他们是建议我使用这样子的控制方式 就是把你的拇指跟你的中指 先握着耳机 然后再用食指来去控制它 这样子可以缓解 对耳朵造成的压力 大部分的控制其实跟一般的耳机差不多 按一下控制暂停或播放音乐 且听电话 左边这边按两下是下一首 按三下是上一首 但是控制大小声的地方 就有点不太人性化了 它是采用右耳这边 按两下降低一颗音量 按三下提升一颗音量 按两下调一个 按两下调一个 按到来都天亮了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 如果你们要控制声音的大小声的话 就直接使用手机旁边的那个按钮 会比较方便 其实就跟AirPods一样吧 这大概就是为了要做到IP67防声防水 然后要使用按键式避免误触 目前能够达到的一个平衡点吧 在音质上 大家可以不太需要担心 因为XRound的团队 本来就是声音专家的团队 我就不用那种很抽象的形容来跟大家说了 那种形容是说了一点百数不是吗 好,我不要再得罪人了 我佩戴的是Lsize的SpinFeed耳塞来使用 它的高中低音都很平均很清晰 没有过度的低音或者是尖锐的噪音 人声、乐器声、所有的细节都可以很清晰、很平衡的被听到 那影音同步的问题 不用担心 我测试过了 iPhone 11 Pro完美同步 那Android的系统我测试的是Pixel 4 XL 会有非常非常些微的延迟 你要很仔细的看 才会注意到那毫秒之间的延迟效果 那最后一个就是通话品质如何 按照惯例我们直接测试给大家看 我现在在永和的四号公园这边 我们来测试一下Extraversa它的通话品质怎么样 目前在这边的环境应该算是不会太吵闹 但是会有一些鸟叫声、鸟语花香 这还是有点冷 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呢 就是如果你现在使用Extraversa这一副耳机来进行通话的时候 会听到的收音品质 那等一下我们再去马车路上面测试看看 在马车路上面的收音状况怎么样 最后我们再测试一下室内的环境声 来这辆测试我们来到了车来车往的马车路上面 让大家听一下 如果你今天使用Extraversa这一副耳机 在外面的马车路上进行通话的话 你会得到的收音品质 会是这样子 最后一个环境测试 如果你们在办公室里面 或者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底下 收音出来的声音会长这个样子 就是你们现在有听到的 过关 那其他比较综合的 比如说这款耳机它没有办法同时连接两个装置 连接的时候你只需要连接上一边 其中一边就好了 另外一边它会自动的通步 通话的时候两边两耳都有声音 也可以进行单边的通话 或者是单边的来听音乐 麦克风它会自动的去选择 跟你手机连线的那一个来使用 那最后一个小建议就是 我会希望它能够设定自动休眠 就是当你没有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或者是手机有15分钟没有发出提示的声音 可以自动的进入休眠状态 来达到省电的效果 OK结论 这款耳机它的售售价是新台币3990元 我觉得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我没有办法特别的去把它归类出来这款耳机 适合哪一些人来使用 因为它好像也没有不适合什么情境来使用 无论是通勤运动休闲商务都适合 那高规格打造音质很棒 没有影音不同步的问题 续航力加通话品质也OK 特别是在佩戴的牢固性跟舒适性上面 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也许你可以从它的外观 或者是它的价格符不符合你个人的预算 来去进行判断 那再来就是我提到的那一些 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地方 你能不能够接受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次ExtraVersa的开箱评测影片 感谢ExtraVersa的团队 坚持着重新定义聆听体验这样子的精神 期待你们未来可以在音响界有更大的作为 我是艾尔文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